英国买房和我们的另一大区别就是在英国买房必须请律师 这个是一个硬性规定 即使我们买的是非常标准化的全新公寓 这个步骤都是省不了的 另外可以代表我们的必须是在英国从业的 加入了英国律师协会的律师 其他的都不行 一般房产中介会推荐房产律师 投资者不用自己找 那么律师也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帮买家审合同 审房屋相关信息 搞土地注册 交印花税 代表买家付款给开发商 除了预订房屋交了那几千英镑 英国买房的大多数款项都是通过律师代付的 我们买房的钱是要先打到律师账户 然后由律师旅行法律程序后再打给开发商的人 虽然说买房律师是代表我们买家 保护买家权益 但是也不过分依靠律师 中国投资者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般律师的评估都比较程序化 有些房屋的问题他们是不会发现的 更不会告诉你这个是否一个好的投资 这个判断都是需要我们投资者自己来做 还有就是所有律师在接受客户的打款之前 都有义务做一个反洗钱调查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身份证明 主纸证明和资金来源证明 这些需要认真按要求准备 有问题就订过来吧 我们下次讲讲在英国买房和中国 在税务上有什么区别 在税务上有什么好看